这里真的是向柳的巢穴吗 我没有亲自来过 不是很确定 但这里跟古籍中的描述十分吻合 应该错不了 还在闹脾气 原来他们还住在这 这么久了 从未离开 沐云 你认得这个地方 很久很久以前 在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和姐姐来过此地 那应该真的是他们的巢穴了 司空大哥 我们走快些 把金人和玄韬锦 统统给沐云姐姐抢回来 走吧 真的来得及吗 估计他们已经在进行什么复活仪式了 得快一点 这些是什么 怎么和明爪地道里的那么像 没想到 当年共公大哥和姐姐做的疏导工程 竟然还存在着 沐云 这里的疏导工程是以前季养姐姐和公公大哥共同规划出来的 公公大哥那时做的疏导 绝不比明爪地道之中的差 你把这的疏导道理学会了 对现在商国遇到的水患 多少能派上用场 沐云姑娘 我替商国人民谢谢你 抱歉 之前言语一直对你多有冒犯 无妨 我不在意 沐云 你是否还记得 这里的运作方式 我们一起试试看 这是什么东西 好恶心啊 果然没看错 里头的药物和那里的寄魂兽类似 这似乎是西戎秘术中某种恋媚禁术 但似乎不是季魂兽 而是某种还未成型的配种 不知熟成之后会是什么东西 不管是什么 应该和季魂兽脱不了干系 很好 那就不能让他们继续留着 我们速战速决 终于 我们继续前进吧 一定能发现向柳他们的踪迹 当年 我从尼人首领之一身上取得凤火 万万没想到 凤火才到手没多久 就被那尼人首领手下几个碍事的臣子夺了回去 我的真身 也被他们以凤灵之力所伤 数百年 无法再触及凤火 我族复活圣主的计划 才会推迟至今 现在 终于又等到这一天 圣主 我相留 绝不会让您失望 哇 复活了 陈相留 恭迎圣主重归 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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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万岁 圣主重归 以后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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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 好像 是什么呼吼声 而且人数很多 错不了 那里 一定是向柳他们的所在处 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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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主圣主 应当应付不来 大家小心行事 走吧 哎 心不见了吗 公公大哥 当真是你 天呐 这个叫做小心行事 他们直接从过来 公公 我已取回肉身 神力以赴 登上华须 取回我原有的一切 灭尽所有与我为敌之人 沐月 你本来是我第一母 等一下 比起你这卑劣小人 更重要的是你做 见过 已经到了太久 此处交给你 公公又傲娇了 明明就不想杀 解释这么多 季魂兽已经不是我对手了 还来 把门放好 被晕了 被取晕了 有新技能啊 天呐 居然是新技能 我真的晕好久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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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你 有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哎呀 全跑了 消 消失了 又要从旁边出现了吗 应该是不在这了 他们急于离开 看来下个目标 恐怕是 那等天呢 我们只能 到他们下个目标 晴天地风 看看能不能及时阻止 司空兄弟 果然不枉这些日子的历练 行事想法 越来越有鉴定 瓦虚国祭坛周遭 不有结界 那结界 虽坚固难破 但不一定 挡得住公公大哥的力量 一定要追上 阻止他们 摩尔姐姐 别担心 我们现在出发 一定能追得上 别忘了 我们还有收服 金鱼这条路呢 虽然京元被她拿了回去 但我们还知道 岳师姑娘的故事啊 要是能解开她和岳师姑娘的误会 那说不定 我们就能要她 只要摩尔姐姐登见墓了 会这么简单吗 不管多困难 这次 我一定要守住 于姐姐的约定 不管多困难 我们都会帮你 出发吧 今天肯定可以结局 没问题啊 沐月 沐月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继续赶路 沐月姑娘 此时逞强好吗 为了对抗青鱼 项柳和公公 我们需要保存充足体力 天色已黑 赶夜路 恐怕多生变故 不如我们今晚就在此休息 等明天天亮了再走 不 我没事 阻止他们比较要紧 沐月 凤大哥说得没错 看你这样 应是在血印遗迹时 就留下伤势 方才又用全力对抗妖物 才是你虚弱不堪 若是到时 再和项柳他们的对战中倒下 不也得不偿失 嗯 我也这么认为 沐月姐姐 反正之前古神也说 召唤剑墓需要天时 拒日时之日还有几天 我们稍稍休息几个时辰 应当还成 没想到 这里都没怎么变 这条小路 经过千年后 居然还在 那时 跟着季阳姐姐一起来寺 看她和故宫大哥 一块治理水患 姐姐同情着这里 深受水患之苦的人民 跟故宫大哥一同努力 那时的他们 看起来多么幸福 发什么愣啊 她看起来更难受 去跟她聊天啊 去陪她 有够木头的啦 受不了 司空大哥 你在做什么 啊 你在偷看木 不是 我只是三个步 你不是吃饱饭时说 想休息了吗 怎么还来这儿 我去还没消呢 才不要和某人 单独待在一块 司空大哥 我们还是让穆月姐姐 一个人静一静吧 现在她最不需要的 就是孤独 对啊 你也知道 那你在干嘛 对嘛对嘛 这样就对啦 弄那么久 诶 你们这样 联合起来排挤风雨不好吧 我也是 我 坐坐 可以 你来当什么电灯泡 呵呵呵 风雨好可怜哦 被排挤啊 被排挤啊 阿乔 这是什么 之前 你跟我说过 你不知道我们眼中的星空 是什么模样 所以 我变成闲暇的时候 做了这个 不过 这还是跟真正的星空 有些落差 我还以为这种东西只有无意做出来 很像四空语的所挺巧的吗 是这么美丽的模样 开心吗 开心 这心情 原来是开心 那就好 四空语 谢谢 哇 她笑了 这没什么 只是方才 见你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所以才 伤心事吗 我只是想起 季阳姐姐与公公大哥了 当年 公公大哥因为治水 与领失利 来到华须国求助 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遇到了季阳姐姐 那时 他们第一次见面 姐姐还没让公公大哥说话 就先训了他一顿 说公公大哥的治水方法 治舍而戏 根本没考虑到前因后果 公公大哥因此大怒 连姐姐接下来要说的话 都没听完 就愤而离去 公公大哥以为姐姐故意诋毁他 但他不知道 其实姐姐没有恶意 只是在那时候 让公公大哥误会了 你们华学人的性子 都这么直接吗 我跟姐姐 本以为公公大哥会就此放弃 没想到 他第二天又来了 原来那天 他不是夫妻离开 而是回去 把水流涂化出来 姐姐这才明白 公公大哥不是不懂治水 只是那些地方 水流太过复杂 他不得已 只能用眼塞之法 暂时减缓 洪患造成的伤害 后来 姐姐便离开华须 跟着公公大哥来到这里 一起研究如何治水 最后 他们终于找到 驻地剑霸的方法 也就是在那些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对彼此 生出了情意 他们本来 可以一起厮守 没想到 准需要施行绝地天通 华须国主 选了许多灵力 至高之人伏计 姐姐 便是其中一位 我看到姐姐 因为要与公公大哥分开 脸上再也没有笑容 终日悲伤 便决定代替姐姐上祭坛 再后来 就是你知道的结果 那时 我对为何要实行 绝地天通的决定 一直感到疑惑 我明白国主 为何要做出 这么大的牺牲 但是现在 我懂了 懂了 司空宇 我跟你说过 完毕天门 让天门永远封锁的印记 就是首闻 可是我在昏迷时 弄到姐姐了 姐姐她跟我说了 首闻的另一个意义 另一个意义 那是 首闻 就是华须与轩辕士 共同守护世间的象征 心中想要守护的心情愈强烈 那么 首闻的力量 就会愈强大 我觉得 现在 我应该可以面对那些困难 照你说的 那么 你找到自己 想守护的东西了吗 我主和姐姐在意的百姓 阿巧 凤玉 阿琪 还有 你害羞 说 你们两个都害羞 什么 凌红了凌红了 不许多 紫空云 我想 我欠你一个道歉 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啊 为何这么说 我刚入入人间 就受你研究 带回有熊聪 那时的我 自己独自一人太久 认为这世间 与我无关 更不知道 要如何跟人相处 宅虎的事 很抱歉 若当时我有警示你们 也许 就不会有后退的事了 好 你的道歉 我收下了 你不气我吗 当时我是很气你 但追根究底 是我们紧觉性不足 摘虎其实 透露出许多不寻常 可我们却不自觉地 选择了护士 而且摘虎他仇恨我 当时就算你提醒了我们 我想也避不了 摘虎的复仇 所以 你就别再激怀这件事了 摘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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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天门 被向柳和公公他们打开了 你可知道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只要守闻还在 我们就能固持住天门封印 难怪你会说我们的责任重大 就只怕他们找到了其他 让守闻失去作用 开启天门的方法 有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 这千年间 人世的变化太大了 向柳他们也许用了这千年 找出了什么方式 好比说公公大哥的神力 或是其他 别担心 明早天一亮 我们就出发 一定来得及阻止他们 沐月 假如 咱们成功返回华虚国 又能阻止公公 在那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 要做什么 我会和以前一样 留在华虚国 如果 我希望你在那之后 能留在人间 和我 还有紫巧 凤玉 一起生活的话呢 你是说 和你们一起生活吗 我明白你之前说的惩罚 是为了什么 但我想 如果我是你的族人 一定不希望你自己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 关在华虚国 原来效果这么好 好美啊 还挤得下吗 你 你进来干嘛 我找不到你们三个 担心你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后来看见这个小布屋 材料有些眼熟 就进来看看 你进来之后 这里变得好挤 你 你拿我的衣服 做成这东西 我既然是衣服的主人 总有权利 来看看你做了什么吧 哇 这对才叫做伞呢 留在人间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会是怎样的日子呢 那是剑墓 怎么会 明明还没到日子之日 定是青鱼取得青元 让她能力大增 才会在日子之日前 强行召出剑墓 我答应 我答应杰杰姐姐的事 还是没有办到 我 阻止不了公公大盘了 你干嘛把他拉上来就倒了啊 水中游 游过江水 游土秋 摔到一处 烂泥巴 大巴看得 小哈哈 别哭 别放弃 一定还来得及 这首曲是什么意思 和登天有关吗 司空兄弟 现在不是做这件事的时候吧 世界存亡的大危机 结果你们这一队居然在干这种事情 哎呀不过 被闪了有点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